台灣遠東集團在大陸遭到罰款和追繳稅款引發關注 分析估計是因為長期在台灣捐獻彼陸形政治人物 包括被列作環顧台獨分子的行政院長蘇貞昌而遭到針對 有好運報道 台灣遠東集團被大陸五個省市的執法部門指控 他們投資的化纖紡織以及水泥企業 在環保、土地利用、稅務以及產品質量等方面都有違法違規 所以對涉事企業採取罰款、追繳稅款、限期整改等措施 並且收回企業的限制用地 其中遠東集團旗下的遠東申就證實被罰3650萬 國台辦之後發聲明說 絕不允許支持台獨、破壞兩岸關係的人 在大陸賺錢做吃飯雜窩的事 呼籲台商和台獨分裂勢力或清界線 強調會對台獨還故分子的關聯企業和金主依法懲戒 為什麼這個事件 尤其是針對遠東開發的事件 要在大陸官方的媒體上面特別的公告出來 這是是不是有一種市景的味道 就是說你台商在大陸已經不是像我們過去 你只要掛著台灣 那我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個部分我覺得大家也是要特別去注意 有台湾傳媒就報道 台灣遠東集團曾經在2018年的新北市長選舉 捐款給被大陸列為台獨還故分子的行政院長蘇貞昌 又曾經在去年立委選舉當中 捐助31位民進黨候選人 有分析認為大陸的做法是殺雞儆猴 又估計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台商被牽連 而與台灣遠東集團造名的大陸遠東控股集團就發聲明 強調與對方無關係 又聲稱堅決支持早日收復台灣 有線理事記者由浩雲報道